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17日 已經是 星期三了 昨天我跟大家提過 關於 這個廣東省這個軍區 完成中共 中央軍委下達的戰前動員令 他 當然提到一個很重大的重點 就是當戰爭一旦爆發 他們軍隊 即時會接管香港 這個對於香港人來說是一個 很震驚的消息 當然這個動員令 是去年下的 不是今年的 但是他們本身已經 移定了一套 整套作戰計劃 所以 我們也看了很久 我想跟大家 說說他們 這次動員令 有甚麼部署 好 雖然這個動員令是去年下的 但是他們一直以來 大家想想 一年前告訴大家 他們準備打台灣 其實我們也是半信半疑 直至上海封城 上海四份封城 然後 一系列的東西亂來 我們才會感覺到 不是 他似乎 不是開玩笑 他真的想打台灣 所以我們感覺到中共越來越遲 加上 今年又要搞那些 寶貴糧食 退臨還奸 樹也要斬了 我們先看到習近平 根本 他一直以來都是部署 要打台灣 這段聲音的流出 我 即使聽不完太長 足足一個小時 他們整個 廣東省軍區 隸屬南部戰區的 廣東省軍區 是他們 出了戰爭的動員 以及整個過程 其實他們都開了會議 在那裡談的 我 戰錄了部分給大家聽 希望大家 有個心理準備 他就說 接獲國共原令和平佔保衛指示之後 經過省委省政府和省軍區領導確定 廣東省委立即召開常委會擴大會議 召開這些會議一定很重要的 擴大會議當然就是省委書記和省軍區的軍頭 首先 他傳達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動員令 常委擴大會議主要是傳達上級命令指示 領會意圖 判研判形勢 明確平戰轉換的主要工作和總體要求 根據上級指示精神 結合我省實際 建議按照平戰銜接 軍地聯動 快速有罪的原則 重點找好以下三項工作 哪三項 溝建國防動員指揮系統 第二 實行戰事工作機制 三 戰事管制準備 這個反而是最重要的 因為 對於香港人 頭兩個其實不關你的事 怎麼打仗 第三個才關你的事 好了 那麼他 就說 如何迅速構建軍地聯合指揮系統呢 他們就要統籌好戰略決勝動員準備 台海方向重點 保兵員 保前推 保裝載 保航道 保登島 這個是對台海 南海的重點是甚麼呢 保盲區 維權益 緩運輸 互賭礁 控海域 其實連南海也想動手 好了 今天展開說 配合台海作戰 在南海地區增加監視區域 利用民間改造船 指船隻利用海上維權方式保護南海島礁的軍事防衛和海衛控制 同時做好對台灣的運輸保障工作 據此 他們應該按照需求主導 統合 統分結合 把握差異 精準實施 思路辦法 統籌做好戰略決勝動員 之前的準備 那麼當然 他們說要 突出轉化身域 資質資源潛力 要著眼有效彌補部隊薄藥 堅持把科技動員 放到動員前準備的突出位置 由省軍區匯同相關 行業的主管部門進一步深圓轉化 偵察預警 網絡工房 搜救 跨海投送等 決戰急需的新域 新資質 資源潛力 確保極優資源 保障戰略決勝 按照一手保前線 一手走穩定的思路 從嚴從緊搞好社會防空 當然他們 要堅決執行黨八股 要迅速成立軍地聯合指揮的黨部 高度關注自身防衛問題 堅持底線思維 未與籌謀 未攻先防 全程防衛 以珠三角超密城市和區內重要軍事民生目標為重點 及早籌劃 統籌 做好對空防護 目標防護 以及各項臨戰 準備工作 最大限度保護人民群眾 這些廢話不說 他的建議 如何從嚴從緊搞好社會防控呢 啟動黨政軍警民聯防聯控機制 以及戰時管控特別措施 將武漢肺炎防控的經驗做法轉化為戰時社會防控的舉措 確保人民群眾生活有序 社會大局穩定 這個就是去年 基本上 上海 全國大封城 其實就是在做一次戰時的動員 做了一個準備 他 當時 就說 根據中央的部署 要補照 要補生產補動員補打贏的要求 實際上 你的生產全部一下子一刀斜停了 當打仗起來 你怎麼補生產呢 這個我也很懷疑 好了 然後 那些黨八股 我不說 要統一思想 要強化 要自覺 要不惜一戰 粉碎台獨 和強敵的圖謀 這些都是廢話 不用說 我們 看看他後面的比較重要的戰略 關於廣東省 軍委 他們就說 省軍地聯合指揮部 由省委 省政府 省軍區 省國動委 省的 以及配屬的武警廣東總隊 武警機動6支隊 海防311旅精幹人員編成 為省軍區作指揮中心開設 適時向省戰略 戰備指揮所轉移 省軍地聯合指揮部 作為本核區指揮運用國防動員的資源 組織動員落實最高決策 直接接受東部 南部 戰區的指揮 重點籌劃戰略決策 以及國防動員 好了 那麼他 當戰爭動員 最重要是訊息控制 現在大陸最重要是打仗 那麼他就說 怎樣打仗 怎樣跟 各國的軍區和軍種 溝通 建立四條鏈路 即是四個通訊渠道 哪四個呢 就是 他們的指揮中心 戰區的指揮中心 以及省市縣的軍地聯合指揮機構 有個訊息鏈路 主要是依託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信息系統 機要遠程遞送系統 融入聯合作戰體系 然後是軍委國防動員部 制造省軍區領導 管理和業務指導訊息鏈路 主要是依託509家平台 國防動員任務信息指揮系統輔助 以及動員 動員的組織指揮 由省市縣軍地聯合指揮機構 去到 任務部份的部隊 指揮通訊兵 主要是依託超短波 天通1號衛星電話 建立 洞中 通機動通訊 軍地指導地方指揮通訊鏈路 伊托洪基 是一間深圳的一間 鼎義洪基科技公司的電子政務內網 機要密碼系統相互通聯 在地方相關部門設置國防動員信息系統 這些都是由 他們自己國防的公司提供的信息 因為當然這個信息溝通很重要 以前就說一部電報機的通訊 現在是網絡他們的通訊 是要看得很緊的 他們的精兵是怎樣的呢 他說東部和南部戰區向廣東省下達動員任務有20類 239項 主要是各內分隊1358支 總共14萬人 各內型船舶953艘 各種無人裝備1653台 主要是無人機和船 機場碼頭20個 然後 收船廠 造船廠6間 應急轉送中心14個以及涼倉 醫院 血站 油膚加油站等資源 第二 國防動員精兵委員會 和廣東省徵集新兵的人員 退役軍人 特轉人員一共是15500人 國家動員委員會明確由廣東省 落實幫助區域 以及國家潛力戰略資源 動員任務包括萬噸級的 滾裝船 以及船舶64艘 飛機38架 火車車廂588卡 以及 機場房屋等民事設施19個 這些 全部都是很仔細的講到 他的任務就是要力保台海決戰 集全省之力保障地市聯合 國防作戰集群 擴編 機動集結 裝載 作戰搜救等行動 特別是動員精用海空 運力保障部隊跨開合作 確保奪到部隊 奪到的部隊可以過去 跟得上 攻得上 支持這個軟逸 軟逸 軟超距離打擊能力300公里以上 基本 組織軟洋身色的力量 對第一島鏈外的偵察 守舊 守潛 保障火箭軍部署向前推進 支援部隊搶救雙員 以及維修 艦機充分發揮作用 參加南海互通 動員專業搶收力量 以及海空輸送力量 協助部隊搶收賭招的設施 組織民兵船 應對 越飛馬等國的侵權行為 打好海上人民戰爭 慎防菲律賓 越南 馬來西亞等國 是會打擾 重點第四 協助港澳維穩 組織道路交通管制 動員高速客輪 直升機等海空輸送工具 保障部隊快速過境 組織口岸管控 維護港澳民生保障 防敵 以港亂中 意思是說一旦開戰 第一時間就會接管香港 由解放軍 東部戰區 應該是東部戰區和南部戰區的聯合指揮 作戰中心 派這個廣東軍區的軍隊 管控就是封鎖邊境 陸路 海路 空中的交通應該會即時停頓 即是說 沒有飛機可以飛入飛出香港 香港人不可以離境 也不可以有人入境 這個基本上大家要聽著 接下來打仗 香港是會即時封鎖 你不要打算有得走 是沒有得走的 因為會由軍隊接管 當然 他們說快速保障部隊要快速過境 他們會短時間 估計一天就會 完全進入香港 用直升機 用船 高速客輪 直升機 海陸空三軍一起進 根本 不會讓香港 走掉任何一個人 當然 以後也不能進入 他們說要維護港澳民生保障 意思就是澳門也一樣 香港和澳門會即時 進入緊急狀態 然後就是維護後方穩固 聚集黨政軍警民整體合力 協辦搜好61個重要軍事目標以及276個重要民事目標 香港當然也是 他們 他們還動員了這幾個城市 他們分開三個區的動員部署 第一 安排前沿動員區 由越東四市組成的 戰略決策前沿陣地 第二 南海方向的支撐 這個拆應區 由越西和越北七市組成的 戰略決勝關鍵拆應 第三 機動支援核心動員區 由 朱三角六個主要城市 以及74集團軍主要的部署地 組成 戰略決勝重要依託 越東四市 其實就是潮州 揭陽 汗頭 汗尾 這些比較近福建的這幾個地方 當然是會配合東部戰區作戰 香港 香港 其實 作為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城市 另外 廣州 深圳 他們是要部署駐重兵的 澳門也會駐重兵 怕你外國 是搞香港和澳門 所以 到時香港是一定實施軍管 當香港有駐大量的兵的時候 大家要想一想 兵方馬亂 這個導彈是沒有眼的 你既然駐重兵 那麼會不會成為軍事的目標呢 這個真的是 現在也說不完 因為 整個 十多分鐘我們只是截錄了部分一段 當他海上作戰的部署 怎樣部署呢 我們可能是另外開設 他想計劃怎樣打台灣 怎樣 去震懾南海 這份報告 又或者他們這個開會 其實我想 不只是這個東部戰區的 不只是這個 廣東省軍區的 東部戰區 南部戰區 一定有開過幾次 而為甚麼 今年 南韓 日本 以及菲律賓的態度 完全改變了 很肯定就是中共 這些情報 洩漏出來 有人把這些情報 直接交給美國 美國分析過之後 覺得 中共是你真的 真的要打了 真的要開戰了 所以 把這些情報交給 剛才所說的這三個國家 這三個國家看完之後 才知道 原來是見了你的 你沒有辦法不相信 你不加入美國陣營 你一定是被中共吃掉的 所以 我們越來越發覺 打仗的機會越大 當然 最近 他有一點 尊口風 說 打不贏了 還是不要亂來 武統台灣不切實際 但是我覺得 不能夠掉以輕心 在香港 在台灣的朋友 你們要時刻留意著 因為 形勢隨時有變化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講到那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的六部曲 多謝 拜拜 不過